我这里看了 一起晃 这种路 以前我插队的时候 做拖拉街就是这种 几十年 中国的路的变化真是不得了 你插队的时候掌握了什么 农业技术 插秧 但是当地的农民 最看重的 难度最高的是插秧 那么提前的特点就是这么弯的 这么一块弯的地 那这个时候呢 你第一个下去插秧的人呢 就要 插的笔直 因为你要是插的弯的呢 后面跟你的就全弯了 那么这在生产上来讲呢 你弯了以后呢 以后就不好云田 就是 你要打理就很难弄 包括歌什么都不好 对 但我觉得他们除了这个眼 之外呢 他还有一种 祭祀上面的 就文化上的影响 就是说 这个稻田跑出去啊 你这么一走过去 弯弯曲曲的 他们觉得这个收成不好 不吉利 一般的人插一样是 你插到那边 然后再回来 你再排在后面 再这么插回来 对吧 开头路的人是 一块地 他插上去了 开好了 就在上面抽烟了 他不用再继续干的 对吧 他很生气 但呢 但你不能抽烟下 你不能 六条插到这个地方啊 少掉一条 只能五条了 那你失败了 或者说你六条为了维持笔则 离开了这个拐弯口了 他一个叫离 离了 一个叫堂了 离了就是等于是你 你这样插过去 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山 是吧 对 你要正好这样插过去 那么最好 对 你要插到这个变成这样了 你扫掉 断了 要是你这样跑到这里变成这样了 也不好 那很丢脸的 所以我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插秧插得好 其实是腰弄坏了 因为插秧怎么会好啊 你们就想 一般我们以为插秧是应该这样垂一下 腰是吧 他其实不是的 他因为要不断地往前看对准 其实是 往后半蹲的 是这么插的 所以这样插的 这个地方就特别酸的 就其实劳动量是蛮大的 你要不断地看 所以他们农民就说 我要是在乡下的话 我是挣猪肉的 赚钱的 高手 结果呢 这个技术 后来就被淘汰了 等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上面就推广 用绳子 因为他刚才的效果 是很容易达到的 用一根绳子在这里一头 到了那个口上 一头 然后你沿着绳子插 perfect 全部田里都是整齐的 他们就很看不起 这个很有意思 农民就 手一会儿 绑绳子的那个 女生去插 女人小孩去插 就是很不可以 工分很低的 他们一定要在这里拼 瞄准插队 就是普通的劳动里面有一种宗教感 插阳 最高技工 插阳就是退步 退步原来是向前 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林松谢谷 哇塞 这多好棒啊 这个风景 棒到不可思议啊 太美了美得我心肝发颤 徐老师刚才很冷静的说 这儿像瑞士了 那就是 陡峭的山啊 雪山啊 然后绿色的这些树林啊 对不对 还有红色的小房子 还有红色小房子啊 所以这说明我们不用出国门 也可以走遍全世界 对吧 对吧 现在这儿的当地人呢 管这儿叫白衣秘境 就是你看远方啊 有那个白就指着这儿 白云呢 像衣服一样 披挂在在在这儿 就未进的时候啊 这是当年中原很多老百姓在这避难 但是在这个其中 也有叫郭和 郭雨 这种啊 就叫当时的叫大儒啊 就是感觉啊 就是国家哪怕是这么样的乱 我这个道统啊 儒学啊 不能丢啊 所以也就是在这一带 就林松谢谷 就是社徒 教学 就是那个时候的西南连大 继续在上课 你这么说 西北私塾 我是一路听他说 要去一个桃花源先进 我跑来一看 是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地方 哎 彩虹啊 看见了吗 看见彩虹了没有 有个白道 是一个湖形 是一个湖 你看到吗 就在雪 挂在雪山上面 挂在雪山上面 你知道吗 这说明这地儿 就跟咱们 给面子 利敬欢迎您 对 徐老师 他心情好 他心情好 所以看到风景都好 徐老师大儒来了嘛 那家伙那家伙那这肯定是天上又有所视线 太阳都没了 而且我说的世外桃源有一种什么呢 他一般都有一种 走到绝路的感觉 嗯 你看这个山口 你看了吗 嗯 带进去就很窄的一个鼓了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桃花元祭的这个描写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洞 一个很小的通道 通过那个通道之后 霍然间 霍然开朗 霍然开朗 这个百花齐放 这个这个这个 洛英缤纷 洛英缤纷 哎这一句语文学的真好 就是 哎他这个描写 有点像现在有些人研究那个 冰死体验 就是比如说心脏病 是吧 过去的人又救回来 很多案例都在说 我就觉得都像桃源明的这个桃花元祭 就是说 人穿过一个长长的永道 然后觉得前方有光明 然后呢 哎从那边洞口一出去 哗 霍然开朗 柳暗花明 往往这是一个 共通的 我怎么觉得 这里的风景是好 但感觉上不像桃花园 像个逃难的地方 对啊 他是逃难的地方啊 节奴在仁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心远 第四篇 咱改一改了 这个 节奴在荒野 不闻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地远 心自偏 哎呦 瞧瞧 文学教授 那有啥事 写人家要心眼地字篇 那就 那才厉害嘛 心眼地字篇 基本上是你住在上海香港的情况 对对吧 我住房子就老被桃源明这首诗 我怎么就老被漏市民呢 说明你的房子比我好多了 当然呢 也有些人就说那个中南山现在都很热闹了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名义中南山啊 是陕西的那个中南山 嗯 就这么隐居的人太多了 好像有好几千 说房租涨到那个一万多了 你想桃源明写 这个这个这个世外桃源也是因为他也是身逢乱世嘛 而且他整个人生也不得志 就好像有一种说你要去寻觅必得见 可能大部分人本来都是就是挺热眼看世界的 咱们老说冷眼看世界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眼热世界 对不对 想入世 实在往往就是你呀感到失望 甚至是感到危险 对吧 孔子说威邦不入乱邦不拘